欢迎继续收看要财财经台 继续问答环节 呼吁一下大家如果有问题想问郭sir 这两席的时间都可以打电话来 204-6566 或者传电邮给我们ask at bsgroup.com.hk 先看看现在港股最新的表现 恒指维持在0.5%左右的升幅 升近120点 23922点 而国企指数升近57点 12654亿 而成交12654点 成交方面有320亿 期指升近143点 23954点 和郭sir我们继续解答家庭观众的电邮问题 有位家庭观众问1051国际资源 刚才问了另一位专家 但也想问郭sir你的意见是怎样看 他自己在6毫意志持有多大数量 他就说看到势头好像要向下 他就说现在怎样做好 和问你怎样看这一只股份 现在就做5毫5指 今天就跌了1.7% 郭sir这一只前景你怎样看 上个月就公布在印尼北苏门达纳 真是挺难读的 无论怎样就发现一个新的黄金的承矿区 刺激股股价曾经一度升过来 金矿相关的股份 其实市场真的不少 有些就比较传统 一路做下去 有些就近期来说 或者早前来说 就买一些金矿 就是一个叫技术上的转型 公司的业务可能都不是这样的 但因为黄金有价 做一些黄金相关的矿产 煤亦有如是 铁亦有如是 即是公司的转型 的确为股价带来一定是憧憬 亦都曾经一层炒作 但近期来说 1051的股价是由 不要说太低 5毫指正在水平 升下多些升下多些 最高去6毫4指 当时成交金矛其实都不是那么显著 即是动力好像都不是那么配合 这一下回到5毫半 5毫6 尴尬的地方去哪里 一个月跌位 真是5毫半指 如果一旦跌穿了 技术上来说 就比较麻烦一点 看图表的走势 如果5毫半一失手 下一个技术上防守性据点 真的要去到5毫指 和5毫二指这个区间 早前在这里上落过 上落区间的顶部 就是5毫二 支持就是5毫指 现在5毫二成为后市 一个重要的防守性据点 我不觉得有太大的跌幅 但只得到这一分钟 就要看看5毫半指的支持 一旦失手 意味着整个势头 就会比较有点高急 如果拿得少 当然没有相关 拿得多的应该还会有风险管理 还有 讲讲 炒卖二三线股 或者是细价股 大家要小心留意一样事情 第一 一旨资金 你不要全部放进去 很多人说 买完之后 股价原来升这么多 早知道我买多些 如果有早知道 就个个都是股神 我最怕什么呢 最怕第一次 两次三次 你每次都中 每次买下去都会升 最后那次 由于一路赢 人的心就比较红 信心就会爆棚 到最大注买下去的时候 如果股价逆转 或者某些因素 股价会下跌 你会不认同 你觉得自己自然对 这次都不例外 结果那一次 可能就出现一个技术上犯错 股价也由高台跌 跌多一点 跌头的10% 你很容易理性去指示 不过你不会指示 但一跌多个15% 或者20% 就会肉赤 哇 这么多的 都是先等等 如是者等下低一点 等下低一点 到最后输了30-40% 已经不懂得指示 绑一下多一点 如果有钱 再加加注下去 那就比较加火了 如果真的买到一只5毛钱 跌到一个仙 怎么办呢 所以一些二线 或者三线股份的炒作 不是不行 是可以 但我经常在分行里说 我认为一定要限注 100万的钱 你拿20万的资金 去炒二三线股 总之不要买一只 就算输了 都将风险减到最低 当然不会一下子发达 但是 剩下大部份的资金 真的要买一些优质的股份 因为股市是投资的 不是投机 但现在的市 就算你买中移动 你买和黄 你买汇峰 你都希望投机 今天买明天出 今天买后天出 即是股价升的时间 升几元 今晚我捉得到 我就赚到钱了 因为市场有很多对冲 令到波幅上和下速度会比较快 亦都这样令到 坐在电视机面前 或者看股价走势的投资者 被市场拉动 所以慢慢慢慢 你本来是中长线持有 你都会变成 自己随着市场走的步伐 比较急 这点是很正常的 只不过现在这一分钟为止 真的要看看五毛半支的支持 还有炒米二三线股 我亦都不怕沉悲再说一次 大家不要一注资金 就全身投入 因为始终来说 股价的表现 很多时候会受到很多种因素 所主导 郭Sir 我们又继续解答家庭观众的电源问题 他问两只半身股 就是1600的天伦燃气 和460的四环药业 两只都是IPO当时抽回 先说1600 现在做1.71元 招股价2.06元 其实已经跌成16% 另外四环药业 460 现在制造5.26元 招股价有14%水位 在赚钱 他问这两只可否继续持有 如果持有不太多 暂时持有都无相关 1600集团主要是河南省 从事一些燃气管道的连接的业务 和一些管道的燃气的运输 其实就结症能源 天然气在内地的发展是很迅速的 因为环保 相对招股价 现在跌了三毛多 持有少的就无相关 为何我这样说呢 看成交金額很少 只有18.5千成交 即是河南省根本上近乎零公斤 只不过一边持有些 那些就沉满沾沽沽 不排除是收集都不住 所以我觉得持有少的 既然没有什么成交 真的没有什么沽压 你跑出弱一件事 我就在双手看大戏 我就不理你 不过如美中不足的地方 逐创上市之后的低位 一个7号3 现在失守了 持有少的就是迟刑不自行 我亦不打算 我会叫你做一个止舌 至于四环 其实基本因素真的不差 但落油股价跌穿早前5.5或4.5的支持位 现在处于削挂牌后的技术试低位形态 仍然有钱赚 梁乐车自己决定 但我觉得既然跌穿防守性据点 支持位但好像5.5失手 新一轮的股价又会再重现 5.5很重要 因为上市后5.5的位置一直维持一段长的时期 一旦跌穿了 即是由高抬一拉下来 是一个典型的下降三角形态 一旦跌穿了支持位 低位是逐步向下试的 钱还是有得赚的 可以考虑拿下车 但如果说我开货不是多 我不管它 我摆埋的话 OK 没什么所谓 因为四环做药等各样东西 都是一些比较高端的 其实毛利相对比较高的 应该这么说 郭sir 另外一位家庭观众 洪生就问1638佳兆业 问一下你还有没有上升空间 看到累积升幅都不少 现在在做2.75 我问一下郭sir 还有没有上升呢 其实讲讲 他上市的时候 招股价是3.45 我记得早前在分行 也有推介过几只股份 佳兆业1638 也有推介过 1966中进我也有推介过 123月售地产我也有推介过 还有1777花样年我也有推介过 唯独是佳兆业的走势 是比较亮丽 看回3.45招股价 和我推介的时候 过半年前已经跌了50% 还有去年内地的楼市 根本上是平稳发展 而且售楼的情况是很理想的 为什么股价会折养50%呢 根本上这个是太过分了 其实很多内房股都是这样的 不过你问到我 仍然有没有上升呢 如果要肉眼看 由这个低位一路跌上去 这条是一个 中期的上升 轨 再拉上去 上面拉上来 形成一条通道 换句话来说 股价仍然是在中期上升通道 继续向高位置之中 短期来说 暂时会试一试3元 中期来说 会进一步上市3.45的上市价 或者可以继续拉住 过去我们休息一会 回到最后一节的问答环节 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来 204-6566 或是传电给我们 askatbsgroup.com.hk 恒指现在维持122点左右的升幅 正在做23,924 點 一寫一會